新的一年又要到了 大家的感情運還有事業運 會不會大豐收呢 詹老師趕快告訴我們 愛情可以治百病 真的 那直播走書裡頭說 天遙入流年招手成親 天遙就是從農曆生的月份來定的 我們稱它為主動桃花 跟被動桃花 還有肉體桃花 肉體桃花 在場有中獎的可以舉手一下 農曆三月生的 農曆誰 農曆三月生的 天遙心守流年的本命宮 叫做主動桃花 平常它很保守內向 在這一年的它 像迷路散發色相一樣 像那個公姬一直在求偶的感覺 會主動產生追求愛情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對象 是農曆三月的話 今年出手就一定能夠 成功就對了 這是一個技巧性 但不是用不好的方法 是瞭解它在追求真愛的它 你的機會就到了 第二個叫做被動桃花 就是農曆一月生的 江醫師農曆一月生的 對 因為這個桃花星在流年的夫妻宮 代表追求者眾 每個都把你當成他的愛人 每個都承認一個夫妻 所以你會被追求的 這個也找你吃飯 那個也找你排入選 怎麼會這樣子 會很鼓勞 所以稍微要有所拿捏 要被動桃花 其次就是肉體肉身桃花 叫一夜情桃花 因為他的桃花做了在流年的 子女宮 子女宮就是生子宮 代表性愛宮 所以這個時候 有人會喜歡找你一夜情 瞬間那個性愛就過了 叫農曆十二月生的 曹中間是十二月生的 十一月生的 十一月生的 有的臉曹紅 是中獎的 這是給大家提供 非常精準 其實再來看這個事業 代表工作 財運代表自己賺錢 事業代表工作 是別人投入的 從左輔右臂來看的話 農曆四月生的 在流年當中 你的事業工有左乎右印的賣好 這時候的貴人在職場上 包括客戶 員工 同事 都是你能夠左乎右印 一乎百乎的最好加分的一個助力 所以你要借力使力 農曆十二月生的 他本身的助力 是著重在我們所說的這個 本命叫做自己的交際應酬 參加更多的聚會 團體 運動 休閒 自己主動去找人辦 而不是職場上的 他就是一種交際財 OK 第三名就是農曆十月生的 我耶 我又上榜了 可能跟你有點相出路 因為他是配偶的助力 是配偶 沒配偶怎麼辦 兩個重點就是 心愛的人 枕邊人 會幫你事業做大大的提升 給你一筆錢 給你更多的人脈 更多的助力 或是因為有了愛情 而產生更多事業的提升 叫做愛人事業來幫忙 是 我們大家都很擔心 因為現在疫情還有股市 都在動盪 我們想詹老師來測一下 明年的台灣到底會怎樣 好不好 我現在現場要寫一個字 你特字就對了 叫詹老師來解字 太簡單了好不好 好 這叫什麼 就是我的俊 俊很重要好不好 是 俊中帶一個人 人兔相逢 互為貴人 所以第一季 我覺得外交的 國家的關係是加分的 人際 人脈關係 互動是加分的 那也代表旅遊的人潮也是加分的 對 俊中是不是帶一個撇 一個絲 兔子會出頭 代表聲明大照 國運會向上提升 蒸蒸日上 OK 下面是不是兩撇 到了秋天的時候 兩撇 到類大 類似大的意思 兔子會壯大 對 所以台灣日漸壯大 各方面都會 痞疾太來 我開梯走高會越來越好 到了年底 可能接近一些選舉 或什麼事情 是不是一個夕陽的夕 對 就是逮的意思 夕陽遇到逮運 所以是非糾葛會特別的多 OK 所以在這裡除了提醒之外 再加碼好不好 二胡加碼好不好 因為明年是奎年 奎年叫做 貪 狼 心 化 祭 好了先不講先講不好的 貪代表貪官物力 狼當入獄 切記一定要遠離貪念 OK 狼代表色狼 代表情色糾紛 感情波折 會屢屢層出不窮 會有一個大爆發的危機 稍微要多行善 少有貪念多念經 多到教會廟會去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但是燕華老師 你說做氣功 不太可以改善身體健康 還可以轉運 對 我們一般在過年的這個前後 我們都會教這個火輪功 手火輪 那很簡單 就是把你的手抬起來 做一個燦掌 你看它會有一個上下的轉換 這個在八卦裡面就叫做太卦 太卦就是上下能通 所以我們想要自己的運好 一定要上下能通 你跟老闆要通 跟下屬要通 然後跟家裡的每一個人都要通 那我們從健康的角度來看 你看整個血管做一個伸展 然後讓氣血能夠動起來 那詹老師就特別清楚了 你看這個手是畫圓的 所以明年一切都要圓融 那很重要 這個風火輪你不能走錯方向 走錯方向 會出事 要向後轉 有時候遇到要貪的時候 告訴自己不要貪 要向後退回這個背心 然後退步海闊天空 不要跟人家爭 所以你在開春的時候練這個功法 改變我們的命運 一切都要圓融 講話要圓融 OK 其實在這個冬天 大家有很多的挑戰 沒錯 天氣很冷 心情要保持愉快 免得造成心碎症候群 另外這個疫情的大包包 大家也要小心 其實能夠做的事情 還是我們這幾年 養成的基本功 有時候在人多的地方 可能口罩還是要稍微戴一下 疫苗能打盡量打 希望大家這個冬天 都能夠過得平平安安 漸漸看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是江坤君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 請記得按讚